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雨 天上天做了一期流浪机插电的视频 但是很多小伙伴都比较关注我的桌面 虽然只有短暂的几秒 但是吸引了不少小伙伴的关注 首先声明一下,我的电脑是Windows 不是Mac,只是比较像而已 其实这种桌面美化教程 B站还是有很多的 比如排在第二个的,就是我之前做的 这时候有些小伙伴可能会说了 你不是做过吗,怎么还做啊 也不是水视频吗 当然不是,我又看了一下我之前做的那一期 感觉有点水 可能是我之前 视频之后水平不成熟 受导致的 很多地方都没有说清楚 我觉得太对不起之前关注我的小伙伴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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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一期超详细的桌面美化教程 首先分析一下我的桌面的构成 主题部分是一个动态壁纸 且隐藏的桌面图标 电脑性能不好的小伙伴 可以把动态壁纸换成静态壁纸 比如现在的桌面也是非常的好看见解 第二部分是一个Dock栏 这是软媒魔方里面的软媒桌面 而软媒魔方是一个比较臃整的软件 所以我单独把这个桌面拿了出来 这个软件只有1.4兆 而这同时意味着它的内存占用量极低 试证证明也是非常低的 CPU占用0.1%到0.3%左右 内存不到2兆 第三部分 底部任务栏 大家的任务栏应该都不是透明的 这就导致了我们在使用非常深夜的主题时 就会显得不太协调 左边是没有设置任务栏的桌面 右边是设置了任务栏的桌面 大家更喜欢哪一边呢 分析结束 正片开始 我们先把桌面弄成和各位小伙伴平时差不多的样式 有点小丑 我们先设置一下桌面 右键查看 取消勾显示桌面图标 舒服多了 然后再找一张顺眼的壁纸 OK 现在的桌面就非常好看了 顿菜壁纸中最有名的应该就是 博Paper 绅士聚集地 这个软件的优点就是可以自定义设置参数 比如让桌面更亮一些 速度更快一些 主机也是非常的丰富 可以完美适配两个屏幕的电脑 而且两个屏幕可以同时显示不同的壁纸 后台占用非常低 确点就是需要在steam上花19块钱购买 不知道各位小伙伴能不能接受 我之前的那个壁纸是在upup找到的 确点就是付费16块钱 内存占用量较大 300多角度内存占用 我觉得很多小伙伴都是接受不了的 在我使用upup时 能稍微感受到电脑有些卡顿 我不知道是我电脑的问题 还是这个软件的问题 总之性能不好的小伙伴 不对 是电脑性能不好的小伙伴 我是实在会推荐这款软件 优点的话就是色图比较丰富 绅士们比较喜欢 对吧绅士们 第三款 废口中台闭者 优点是完全免费 内存和CPU占用量非常低 确点就是壁纸没有前两者丰富 不过我认为也是完全够用的 我之前也一直在使用这个桌面 总结一下 电脑性能不错的 可以无视内存占用 选择第二个 因为色图比较多 你比较喜欢 两个电脑桌面的 还是建议选择wapier 因为适配方面做的更好 什么老白嫖了 那无脑选择飞火动态壁纸就可以了 说完了壁纸 我们来说一下Doc 首先说完机运行为大家准备好的软媒桌面 开始的样式贼丑 右键设置 个性化 大家可以根据我的样式进行设置 制作完成之后就变成了现在的样式了 右键图标管理 添加图标 选中对用的软件即可添加进来 也可以直接将软件突然到这里 如果认为软件的原图标不顺眼的话 还可以从网络上下载一些后缀为拼记 或者是ICO的图标 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网站 阿里巴巴实量图 比如这个微信的图标 我们觉得不太好看 我们就从网站上搜索微信 就会出现超级多微信的图标 我们随便选择一个 就比如这个 点击下载就可以下载到本地了 找到图标突然进来就可以了 当然你还可以设置分组 将图标放在同一类型的分组中 这个不要忘了 常规效果中设置开机次起动 底部的任务栏设置就比较简单了 双进行StarSpec 发音不太标准 渐量渐量 安装完成之后 又建Windows的属性 在关键中 我们可以设置菜单显示的样式 就比如使用温期的菜单 有点简陋 我们点击自定义任务栏特效 勾选动态透明度 就可以实现任务栏的透明了 这里你还可以选择任务栏图标居中 将承用的软件直接拖在到任务栏中 这样也是非常好看的 如果喜欢这样的样式的话 就可以不必使用软媒桌面了 当然也可以同时使用这两个 但是这样的话会显得桌面很空 所以再给大家推荐一个网站 自美化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桌面样式 还有小插件 喜欢可以直接下载使用 甚至都不需要登录 可见这个网站有多良心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的话 记得三连支持一下 我是小语包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